我跟大家講 光是之前講好的5.1塊 已經是大大圖利的這些外商 你今天 你今天講得非常奇怪 政府現在講什麼呢 政府現在講說 我們的風電啊 有助於我們冬天減少空污啊 對不起 當冬天沒有風的時候 就是空污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你說風電要減少空污 風電根本就不是拿來取代 這些煤電的 對不起 風電是拿來取代核電的 所以你去看它再生能源 所有的佔比的20% 就是完完全全拿來取代核電用 我們的煤電也好 我們的天然氣發電也好 一點都沒有辦法減少 剛才費元也講了 整個大台灣是一個 不可分割的電網 當你今天北部用電量 佔40% 你不得不中電北宮 而你北部又堅持不肯用 核一核二跟核四的時候 你今天完全要靠 彰化外海的風電 來透過你這些電網 這些電力輸送設施 其實是增加供電非常大的風險 這些供電如果一旦供不到的時候 不要講這些風電 我已經講一再的講 夏天的時候 它的容量因素只有6% 各位 6% 你沒有圖利外商的情勢在裡面嗎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你今天花了這麼多的大錢 你說今天風電 離岸風電可以提供200億度 對不起200億度是什麼 就是一個核四兩座機組的供電量嘛 明明就已經不用再花多少錢 可以提供全台灣人200億度 你今天非要去花了全台灣20兆 去搞離岸風電 然後呢 還把費率再全部給它恢復你 你到底受制於這些外國廠商什麼東西 你今天繞過彰化縣政府 你就是要蠻幹到底 你到底談好了多少回扣 你到底有什麼把柄 在這些國外廠商手裡 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那個時候中日戰爭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 我告訴你今天離岸風電 離岸風電簽訂的 比我們那時候的庚子賠款 是庚子賠款的3倍 然後是甲午戰爭賠款的6倍 而我們今天沒有發生任何戰爭 我們沒有被這些外國人拿著兵力 兵臨城下的時候 我們要花這麼多錢 那個時候中日戰爭簽訂馬關條約 學者專家說創生劇透 而國人魅於時事 對此重大之國齒 由多未勝 了解 就是不了解這些事情 我覺得今天全台灣的人 真的是被民進黨當傻子賣了 還不知道 我們要不要